清博王國偉有一首詩喔 《世上高峰虧號月》 都在印給大家的資料裡面有 就是登高望月的 《世上高峰虧號月》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 沉著這個主角楊如斌教授的 這個高峰上去看 中華民國的裡面 《世上高峰虧號月》 偶開天眼去紅塵 因為你在高處嘛 你可以往下望 回看人間 回看雲雲眾生 偶開天眼去紅塵 可憐身世眼中人 突然你在高峰上你有一個覺悟 或者是你看透了一些什麼事項 原來自己也是 這雲雲眾生當中的一員 那我不曉得會不會有人有 可憐身世中華民國人 因為你回頭去看 當時的中華民國 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之後 你再看今天的中華民國 當然現實是一回事 理念是一回事 可是搞不好現在的民國 是民進黨的國 如果解釋成這樣的話 所以當你回頭去看 理念的那個塊的東西 再看現實的狀況 我覺得是有益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到墨爾本跟台北時間 來回比較 你身在墨爾本 心在台灣 那這樣一個存在狀態的改變 對你來說 對台灣來說是有益 即便你不能真正的改變現實什麼 那孔子也說過 必也正名呼 名字代表一個理念 所以對理念有所理解的話 名不正言不順 那你要面對這個國家 或者處理 或者甚至處理自己的身體狀態 可能都有問題 我記得曾經我讀過 那個蘇永清教授的一篇文章 叫《民族主義的飄移》 那我當時讀那個文章的時候 其實印象很深 也蠻有感觸的 其實我們談了很多 不管是理念也好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 這個現狀當中的感受也好 其實蘇教授他談說 那個中國人其實是個法律概念 當大家不斷認為 各種民粹各種民主主義的時候 其實中國人是一個法律概念 為什麼 那就請蘇教授跟大家說明 那麼正是因為是這樣 所以他提在各種不同的民主主義飄移 剛剛說造成人類的災難 或者是各種問題之後 所以他特別提出 德國的憲法愛國主義 那他對這個 不管是兩岸的這個習近平的 內一種民主主義 或者台灣蔡英明的民主主義 其實都不以為來 都是有問題的 可是有一個學者說 大概2030年吧 那個當對岸的人民所操作 超過台灣的時候 大概同一個水道曲線 是不是這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蘇教授語重心長的提出了 說我們還有十年的時間 申跟憲法愛國主義 所以我想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會講這塊 因為這是我的想法 我在讀的那一篇文章 那我們現在請蘇教授來語談一下 剛才聽過這個 楊如斌教授的這個主題之後 他得先開 謝謝主持人 楊如斌教授 大家好 這個高興 但是我對我今天的任務 到這個時刻 還是不是非常確定 剛那個主持人提到 兩月前在聯合報 我在一個專欄寫了一篇小文章 那個是等於是以一個 公事務的關注者寫的 我平常呢 我的職業應該講 我的醫生過來就是 重點是一個法學的家 還有一個做法學工作的人 那所以我講這個是因為 我覺得這個安排很有趣 我們的楊老師是這個哲學史學的大師 那我做法學那個施老師做了政治學 社會科學 那其實講起來 我們法學在科技部管的這些學術裡頭 是最尷尬的 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很特殊的很狹隘的一個族群 就是我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把一些規範 所以是知己自俗的 我們不需要去推翻 用事實真理來證明哪一個刑法的規定是錯的 我們的任務就把它邏輯體系的解釋出來 法力改了 我們的工作也跟著往下走一走 那對於社會科學那種印證 我們在很多法學的領域裡頭 都已經可以完全不顧了 那更不要說人文學的 所以這種對話要如何進行 對我來講是很新奇 因此我也很興奮 那個要感謝主持人 還有我們今天林執行長 楊老師 要讓我來浪費你的這個時間 楊老師他我知道 他也是科技部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有一本這樣一個書的想法 分成六次 一系列 那今天是要談這個理念 那這理念的思考大概就是 大概我這樣讀下來意思是 就是從中華民國這個概念出來 以後到他 就是到這個差不多一九四九年 其實已經很清楚他的理念是什麼 他中間包含一些元素 所以嚴格講是不包含四九年以後 那就到下一場去 可是以我來講 我這點要先說 我可能會待會兒有機會 就是從憲法的角度 我覺得我可以合理化這樣的思考 就是說 在我自己做的這個法學研究裡頭 有些是純粹技術性的 民法 形法我不太碰的 民法是我教的比較多的 那是純粹技術的 他可以不太管他背後的社會事實 更不要講他的這種 背後的這種文史的一些想法 但是憲法不一樣 憲法它是所有法律最高的位階 而且直接跟那個國家生活是密接的 所以理論上 剛剛楊老師也不斷提起 在中華民國的這個元素裡頭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 從西方學來的 這個現代的國家生活裡頭 他應該有一組規範 他去把那個理念寫下來 而且產生一定的拘束力 來這樣做 所以我想 如果唯一可以跟楊老師對接的話 所以說 我這些年教學 看到的有沒有跟楊老師講的這個中華民國的理念 也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有沒有涵蓋 至於剛剛主持人丟給我的那個議題 也許最後會提到一點點 憲法愛國主義是一個很困難的議題 我就不是主題這樣 那大概講 我覺得還對我是一個考驗 也是很好的一個學習 我也想到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 法律學者確實是比較活潑一點 他們會跟社會科學做一些交流 也經常在憲法的領域 去從人文學的角度去思考 比方他們會用一些概念 比方威馬憲法 他們把那段時間 就是1990以後 一直到納粹結束 那個其實影響人類蠻大的 我不細講 他稱那個叫威馬共和國 所以他都是正式法律民生 到後來的西德叫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他們也說叫波安共和國 波安就是波安共和國 他還描述那個從戰敗建國 然後到統一之前的那段的經歷 他叫波安共和國 他們在談的時候不會只講法律 他會把那個 非常多的歷史人文理念的東西 擺在裡頭 描述這個國家它有什麼特色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這是我第一次在這個 不是正式的法學工作裡頭 做這樣的思考 我現在對後面對這個憲法的一些討論 也應該可以有一些幫助 所以我大概談三點 第一點就是讀書心得 就是這個 依照您的想法 中華民國 它不是這麼矮版的一個法律的概念 或者是一個什麼 一般這個新聞的用語 它其實是一個一個理念 這個理念就是 中國人追求現代化 他提到活動的現代性 它是具有什麼樣的內涵 一個分的中華內塊 那裡的新儒家聯繫下來的 那民國內塊是他的創新的 從西方把中國的民本 再把它制度化這一塊 那這裡頭的這些元素加在一起 那個 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它是 雖然不像憲法那樣有拘束力 可是它有一種指導批判的力量 所以你在描述後面 中華民國的現實的時候 你在國民黨主政 或者後來民進黨主政 也許這個理念 始終可以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大概去黨政它 或者去制造做一個對話 基本上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但是從您這裡學習到的 很多還有歷史的一面 也就是說這些元素是哪樣來的 我讀起來大概就是在 前半世紀的話 主要就是兩個政治力量 前面是北京的政府 跟南京的政府 那北洋政府在這個新的共和國裡頭 他們大概思考比較多就是立憲 我覺得也許用這個誰啊 全國以後 他開始做的很多東西 是比較是正體上的 而落實這個中華民國的理念 那這中間有一些重疊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但是這更影響更大的 這個思想上的衝突兩種元素 在中華民國這個理念的形成過程中間 就是共產主義跟國民黨 他所發展出來的三民主義 這兩種元素的對著 在政治上他們有競爭 有合作有鬥爭都有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這些元素裡頭 有是屬於中國這個環境內部 形成的意識形態的矛盾 有屬於他反映整個世界的 一些歷史思想的矛盾 那後的就是指的像 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 事實上是從十九世紀的勞工運動 在歐洲開始 然後一直到現代 他就在那裡 他影響是非常全面的 那在一個追求現代化的中國裡頭 他躲不開這種洪流 那最後其實到了1949年以後 基本上也在這個冷戰的架構裡頭 就是各在一邊 那是在中國特有的這裡 就是過去的辯論比較多的 就是中華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整個丟掉 自由主義與新儒家 或者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後者是覺得中華民國 中華這個意義不能丟掉 他把一些 他可以把他的精髓留下來 淘汰就淘汰掉了 但是民國他的民本主義 把他制度化 這是你反覆在談的一件事 那這個我覺得是中國內部的 那這個在現代化過程中間的矛盾 到了後面 也就在你這一個章節以後 1949年以後 我覺得也許有兩個階段 中華民國的理念 產生一個變化 一個就是1949到1981年左右 就是從冷戰到冷戰結束 和解這個全球化 這個時代慢慢開始 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看到中華民國 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邊基本上 一個是一黨專政 一個是威權主義 或者說一黨獨大 在這時候他們在國家生活上的一些差異 我們可以看到 在海峽對岸那邊 基本上就是一個 越走越極端的 越走越左的社會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 在這一邊呢 他是一直有一些 對於主流的國民黨 以三民族為民所建構的 這樣的一種體制 就是帶有一點批判的 就是自由主義跟新武家 你反覆提到的 這個叫民主評論 跟自由中國 這些裡面 他們一直在把一些 中華民國的 就原來那個元素 不斷提出來 來去多少去引導 這個中華民國的 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衝突到最大 應該是到一九六零年代 應該是到一九六零年代 文化大革命 在台灣就是文化復興運動 那文化復興運動 那文化復興運動 基本上就把更多的 新儒家的東西帶進來了 就是傳統的儒法的那種治理之術 但是民主化也慢慢開始 但是新的一個變化 應該就是中國大陸 開始慢慢離開走 放棄了這個階級鬥爭 跟計劃經濟 走到所謂改革開放 一九八零年代 而台灣也開始了民主化 從地方到中央 台灣是從一九六九年五十八年開始 中央民意機關慢慢開始做一些改變 所以這又是一個新的一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的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他現在走向一個 基本上能不能講到社會主義 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已經走向一個國家資本主義 然後我們也看到他有一些 他在講民族復興的時候 很多的儒家的東西出來 他們開始讀古文 開始去研究世書 什麼這些東西在教育 那在台灣另外一方面 走向本土化 去中華民國化 所以到今天開始 我們看到兩岸一個 現在這個時點 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是一個自由主義完全缺位的 一種新的制度方式 但也不再是社會主義 所以有人描述它是一種 英文講meritocracy 一種追求績效主導的一種主義 那麼它裡頭也加上了 他們現在發展非常快速的 一些新的科技 AI 和數據等等 那在台灣我們看到的是 民主自由主義的精神還沒有落實 剛剛講 憲法愛國主義其實還沒有來得及生根 但是我們只有民主的形式 其實在我看起來 自由主義在消失之中 它其實本來應該是 在這個對立的情況之下 自由主義是最好去落實的時候 可是其實我們看到是在開道程 然後新儒家的很多傳統的東西被丟掉 所以現在在台灣的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有人講populous 或者你還可以去創造別的名字 比較接近 它有一個民主的軀殼 可是並沒有我們看到很多中華民國 那個想要推動的 舊的東西或者新的東西 所以現在進入一個新的 都不是很理想的 在對岸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民主自由人權通通不及格 一個這種缺位 可是另外一方面 它很強調治理的績效 也把一些傳統的儒家法家的那種字數給留下來 那在台灣這方面 我覺得有一種合去合從的感覺 這是我讀這個一個心得 那第二個 用很快時間來談 就是憲法的觀點 怎麼看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理念 到底有多少寫進去 這個不只是一個去對憲法 我們把它擺開來看 事實上憲法是非常抽象的 憲法條文有的就是幾個字 比方言論自由 它可以是影響到很多的制度 你可以有很大的解釋空間 你可以用他們方法論這樣講 可以read in 很多東西 可以read out 很多東西 還可以read down 很多東西 那所以你如果把一些理念想清楚了 它是可以去通過解釋 把這個憲法裡面寫出來的 那它有沒有這樣做 我這裡分兩個層次 那我要講 以這個方法來講 也許可以 楊教授可以參考 我會以您文獻沒有提到 是立憲主一路來 有一位過世的廟泉級教授 它編了那個從明初以來的 各種的憲法草案 或者通過的東西 那裡頭你其實就可以看到 這些知識分子 或者是政治的長期者 他們是怎麼在寫它的理念 家庭在裡頭的位置在哪裡 國家和人類關於 這我只是順便一提 那我們的1946年在南京通過的憲法 1947年開始實施 我分兩部分來談 第一個就是國家的狀態 也是現在問題最多的 在兩岸對立的情況 在兩岸分治以後 它的這個國家的狀態在爭議 其實是很大的 可是你看台灣怎麼去處理 它也大可說 我們就叫中華民國 但其他我都不管 現在反正我們能管多少 就是多少 大陸我不管 但是不是這樣 我把它分成三起 所以這第一點 國家狀態 我們的這個憲法和憲法解釋 就是大法官 我做過六年的這個工作 我們其實通過憲法的修改 包括臨時條款五次 跟憲法七次修改 這十二次的立法行為 跟司法的解釋 其實把我們的國家狀態 做了三次的調整 或者兩次的調整 那背後是什麼理念 讓它去自我定位 這國家到底是什麼 就說比方福建人 東北人 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剛講中國人 到底是個法律概念 或者只是一個歷史形態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一個很強的 一個中國特殊的一個概念 第一個階段就是兩岸已經分離了 臺灣的人民已經去不了大陸 也不需要繳稅 也不需要當兵 相反毅然 這是兩個分開的政治體 可是呢 在臺灣的這個憲法 和大法官解釋 把它認為有一個法統 所以我們選出來代表 選出來總統 它可以繼續行使職權 根據臨時條款 跟大法官解釋 這個主權的範圍 中華民國的主權 跟它實際的統治權 範圍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假設它是一樣的 因然面擁 我們還是對大陸可以統治 所以那個統治權實際上 治不了的 我們就說那叫淪陷區 然後我們要去光復 然後我們現在在勘亂 這是因為如果我沒有統治權 我不能說它是勘亂 所以憲法上 用這個狀態來講 長達1949到1972年 但是它不是完全沒有正當性 但是一方面 這個一個很重要 就是讓政局穩定 也可以講 國民黨要保住它的政治權力 那第二個 就是冷戰的國際造成的這個局勢 那不要忘了 一直到1971年 就是台灣的中華民國 這麼小 彈丸之地 在聯合國安理會 還有一席之地 世界都在承認我們 這麼冷戰 整個西方集團 都承認你代表中國 我為什麼要放棄 這個代表 所以這裡頭有它國際的環境 那但是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我最近有時候會讀到 一個很有爭議的 一個英國學者叫 Martin Jackson 他在YouTube上 常常有他的那個 他現在在研究 中國崛起 他背後的這個歷史形態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帝國 他在羅馬已經是大一統的時候 他是分裂 可是當他大一統以後 羅馬分裂 然後整個歐洲變成很多小的國家 那中國這個大一統的國家 中間當然也有分裂幾次 可是他兩千年來 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國家意識 這是Martin的理論 很有爭議的 我不是說我完全肯定 他認為在中國人腦子裡 什麼是中國人 是跟著這個有關的 他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是一個文明體的國家 也就是說有一個中國的概念 你就是民意帶房子 那一路來 你可以被蒙古人打敗 可是蒙古人滅了你的國 可是他認同你的這種中國的傳統 滿人認同這個傳統 他就是中國人 就是他試圖用這個理論 來為現在中國崛起 他的那個去解釋一些東西 就是中國的這個概念 我覺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憲法運作 背後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到了第二個階段 1972到1991就是完全民主化之前 我把這個階段定位成是間接的 局部的承認了分裂的狀態 他還有統治權 但是已經有一些修改 細節我就不談了 他有一些彈性 1991年修憲 民主化完成後 我們的國家狀態就是一個分裂 但是沒有斷裂的狀態 用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叫做 他已經分裂了 但還沒有分裂出去 他已經分裂了 但還沒有分裂出去 這個用語都很講究 也就是說 你的主權還基於中國 現在的福建人 蒙古人 東北人 內蒙古 他還是中國人 中國的領土還基於這些地方 可是他統治權不基於 因為他沒有投票權 所以你選出來的總統 立法院不能立法去管他們 跟過去不一樣 所以你也不能叫他淪陷區 也不能叫他叛亂團體 那你也不能叫他當兵當人 有很多有權 有去的案例 公在 哈魯還有很多 有那個早期中華民國正發的公在 他來要 我們要弄 我們都塞在那個 你知道 就大王做一個非常有趣的解釋 這我也先不表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 他還是 盯住這樣的一個立場 中華民國的國家的認同 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個改變 有一個最大好處 就是說 民主的這個體制 就沒有障礙了 你現在可以繼續改選 全面改選 什麼都不要 也不要大陸代表 但是你就主張 中華民國主權不變 但是統治權 只基於人民有投票選舉的那些地方 包括金能馬祖 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的改變 這背後 我覺得是有楊老師講的 中華民國理念裡頭的一部分 那種中華帝國以來的那種國家的認同 更重要的是 國家的生活 在憲法描述的不管權力的分配 國家跟人民的關係 特別是這種 基本國策裡頭談到的 經濟啊 教育啊 文化 這些東西 到底有多少 涵蓋剛剛提到的這些東西 這個 我覺得用 憲法第一條講的三民族裔 來講 民族民權民生 這裏都有一些 仔細讀的話 都有一些 有相當多的抄襲西方的東西 但是也保留了一些 中國特有的東西 也就講了中華民國的東西 因為時間一定是超過 我不敢看那個時間 我最簡單的講 就是 在民族主義這裏頭 就是民族國家的這個理念的缺位 民族國家 照馬丁·傑克斯的分析 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就是認同中國 他都是中國 所以 我們的國籍法到今天 在九十五年有了大改 但是他也就是改了一些 技術上的一些東西 還有就是 不再叫中國人 叫做中華民國人 但是 誰是中華民國人呢 要跟著爸爸 或者媽媽 但是爸爸呢 照舊法 他就是中國人 所以說到底 你還是中國人 你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現在的國籍法 還是這樣子 那民權呢 我覺得這裏要花更多時間 過去寫過 有差不多四萬字的一個文章 在談 民主法治 在中華民國的選擇 我覺得一個最明顯的 一個西方 特別是這個 英美的這個 民主概念 法治概念的缺位 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 這個跟中華文化裡頭的 是有關系的 就是什麼姚順 什麼意思 他其實還 這個 國家是要做這些事情 他沒有那種 有限政府的概念 那這個 這個 在這個 所謂民本主義的制度化裡頭 在選擇上 實際上是選擇的歐陸 歐陸的民主體制的精神 跟法治的精神 跟英美制 截然不同 但是在這一點 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大概都是一筆帶過 用他們的語言來講 英美講法治叫 Raw of Law 在德國、法國 他叫法治國家 叫 Let's start 就是說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 或是一言以畢之 Raw of Law 是有限政府 除非有正當性政府去管 其他都是有意義的 那 但是在歐 在這個 歐陸國家 受到 理性主義的影響 特別是 康德 北基德這些人 他基本上是 理性國家的概念 也就是 國家 它叫法治國 所以國家的運作 是要通過法律 否則 那都不是理性國 所以他什麼事都要有法 他不是只有有限的 他要無所不管 所以他也不是Raw of Law 但是他絕對不是單純的有限制 這個東西跟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中華人的選擇 其實很自然的選擇 其實你去看那個 中國的這個現代化 比方你會看沈家本 和那個吳廷方 一個是劉美 一個是偏歐陸 你不懂為什麼後來我們整個制度是歐洲的 其實我覺得是有 從法政學堂開始 他的建構的方式 到很多很多 因為這真的是要講很多 法治到民主 民主的這個體制的選擇 那個美國跟英國不一樣 可是他們都是從有限政府出發 然後在美國非常特別的 他這個社會主義缺位 他們有勞工運動的背景 所以今天的美國尤其是這個 一半的票投給川普 在他們看起來 民主黨已經是左派的極致 他們講的左派就是這個民主黨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所以各位去讀一下幾天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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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總理的告別演說 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川普對話 我們在歐洲 我們經歷過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各種主義 我們知道那種現代化的追求 那美國沒有 他就是保守主義 然後最多就是民主黨 提的那些 歐巴馬的健保已經是共產主義 對美國來講 那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選擇 我覺得也不是完全沒有在一些理念上的聯繫 那 所以在民生主義上頭 這個世界一直是在保守這個共產 然後中間的社會民主 在中間打轉 那個 凱因斯啊 或者是這個什麼 新古典主義 在中間打轉 但是在中華民國裡頭 從來沒有保守主義 從來沒有保守主義 這些統治者 學者腦子 都不知道保守主義是什麼 所以我想到這個 Will Durand 寫的那個歷史 有時候他就講的保守主義 其實保守主義是完全正面的一個文明 可是在中文好像是一個別的詞 保守主義是國家不管的事情 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們在集會遊行的意思 最終就是要到總統府 都跟你有關 可是在其他地方他們不會這樣做 他是跟社會溝通 這就是一個基本的這個文化的差異 所以我們的那個憲法 你仔細讀他 你會看到他其實也在做什麼 那個 我第三點要講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 是未來的中華民國 未來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個結點就是2020 就是COVID-19之後的世界的大的變化 然後中華民國的執政者很希望趕上這個變化 善用這個變化 來根本解決兩岸的這不清不楚的問題 請大家注意 就是這次的修憲 另一個最重要的修憲案 就叫邁向國家正常化 這個修憲案 它沒有什麼大改 這不過是把我們那個憲法裡頭的 這個所謂的固有疆域 中華民國領土集於所有固有疆域 所以所有各省都是中華民國主權者 把這個改變掉 正常化 我們實際上只有台灣 今天馬祖跟一些東引 就這樣 那就是你憲法實際有效拿來之法 第二個就是把國家統一錢拿掉 這個過兩天報紙都會在場 現在民進黨的天 已經有過半數簽署 但是呢 關鍵在國民黨 因為出席只要不到四分之三 這岸就可以死了 到北重慶 那國民黨現在有非格的那個力量 它超過四分之力 但是觀念在我們從中華民國的角度來看 它整個是什麼 中華民國的理念 這個 是不是正常化 也就是回到正常的一個中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什麼 我一點都沒有任何立場說 這個看法是錯的 不是對的 我們都喜歡正常化 都喜歡過正常什麼 但是這裡可能有一些 還可以再討論的 比方我覺得它要成功 第一個要看台灣生命共同體 它的強度夠不夠強 現在一直在做那些民調 其實都在測試這個強度 基本上大部分人態度還是不會打 要打我們就打 但是不要是我 就是這個強度夠不夠 第二個是對岸的民族主義的強度 當你說我不是正常話語的 我就是簡單講 分開了 分段 那時候就不只是習大大或共產黨 所謂留島不留人 我們就要我們繼續想像 那上海有一天說 我要獨立 我猜他們太平洋 我們上海人去太平洋 買幾個無人島 一去上海留下來 太平洋是一樣的 他們的民族主義 現在的強度是怎麼樣 你可以去測試一下 然後最後就是國際環境 國際環境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加在一起做政治的判斷 這施老師肯定比我強 政治上的判斷 在那我自己都沒有任何立場 但是我覺得中華民國的理念 中華民國這理念的實現 在2020年以後是一新階段 謝謝 information 聲音 Pin